首先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首先你有提到經濟衝擊 然後以及實體衝擊上的情況 是你有提到的 就是並沒有特別多做說明 然後在這個無線上沒有出現 只是在你的上面上沒有出現 然後再來是衝擊相關理論的部分 就是Merasystem以及Wall的部分 你也沒有提到 然後以及那個JVS模式 JVS模式 然後在那個DM模式那裡提到 然後還有Duxley的模式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你結論的部分 你有提到就是說 官方衝擊以及他的認知 對發展官方有顯著的關係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你在你的無線合覆中有沒有提到就是 有相關的無線有做這方面的回規以及統計 因為如果要顯著的話 就是勢力要有統計的資料 來做為一個證明 謝謝 就是我也是有做關於經濟衝擊和環境衝擊的相關資料 可是就是我今天主要的部分是在探討社會文化的衝擊 那像環境的衝擊可能包括 像正面的可能就是像增加公共娛樂設施 然後因為這個地觀光受到重視 所以他的地史建築物 和遺跡會受到保護 那負面的衝擊可能就是因為就是遊客來這邊遊玩 然後可能會亂丟垃圾導致環境會變得比較髒亂 而且會打擾到住戶的安女 那麼經濟的層面的話 正面的就像是有促進外來投資 然後因為增加許多工作機會 所以就會減少人口外流 然後負面的話可能因為很多觀光相關的工作 都是比較暫時性的 像是如果是旅遊比較淡季的時候 生意就會變差 那麼居民的收入就會比較不穩定 而且因為是觀光地 所以物價和房價都比較高 所以居民的生活牌銷會比較保障 那請問你 就是你平時還有一個模式 其實也沒有提到增加人質的方法 就是因為我覺得那個模式就是 跟第一個模式這個博羅倫和巴特倫的模式 都是他都是在討論衝擊造成的因素 就是他們兩個有點類似 然後我今天提到的這三個模式 他們都是比較不同的 他們雖然都是衝擊相關的理論 可是他們是以不同的層面去探討衝擊 像這一個的話 第一個的話 它就是以造成衝擊的有什麼原因 然後下去探討 然後發現造成這三個原因 那第二個Doxy 它是指居民接受到這樣的衝擊以後 會產生什麼樣的態度、時間的 然後接下來的變化 然後去探討衝擊 那接下來David's模式是 它針對居民對衝擊產生不同的反應 然後所以提出來的一個分類 就是把居民分類這樣子 我覺得這三個模式是因為它的意義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特別把它拿出來 然後像那個資本有提到 可是沒有放出來 所以我覺得它跟第一個模式比較相像這樣子 謝謝 他還有一個問題 是問你在結論的部分有提到統計顯著跟不顯著 那你在文件裡面沒有 紙本裡面沒有提到這個它的數據 這個顯著的關係就是很多 我沒有提到數據 因為都是直接從他們的結論來做一個呈現 因為像是這些就是研究了他們的結果就會顯示 有一種比較相關的態度這樣子 可是並沒有把資料拿出來 就只是攝取他們的研究以後的成果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有做出的嗎? 對,對 然後這是他們研究後的成果 對 我是直接用理論的方式呈現 那我覺得就是在那個就是最後統計的部分的話 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把他們各個部分的那個研究數據就是拿出來 就是稍微表列一下 讓大家就是可以 就是比較有一個那個參考的依據這樣 好,謝謝 我也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 剛剛有提到自己 一直有點這個自我透露說 對於你這邊的強調是社會衝擊 對 那你應該在title上就是打 關發展、關光產業對當地居民所造成的社會衝擊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說三額而裂 但是你只有剖客之愛 好,謝謝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同學想 Lala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你說那個Docity那個模式 他說你說他會有陶醉期、忍墨期 然後腦怒期到最後會產生敵對 對 那他會不會是因為敵對以後 然後就是那邊的觀光產業開始就是 人就是觀光的遊客會減少 那會不會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他又會回歸到座員 就是他會有一個循環嗎 我有找資料 然後發現他這個結果好像是比較呈現一種不可逆的 就是你這個可能他的情緒已經深深的硬在居民的腦海裡 他就會覺得說他就 因為觀光已經最後就是造成當地的環境被破壞 所以他就對觀光已經是一種非常不好的一種 覺得觀光是一種非常不好的行為 就是他可能就是這輩子也不會再想要再接受觀光 可能還是會有機會的啦 對 好 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之前像是就是大陸觀光客來台嘛 然後他們都很喜歡去日月潭玩 然後因為一下子湧進的人數太多了 所以日月潭的居民就有抗議說 有些大陸觀光客會會亂丟垃圾 所以就是會造成就是日月潭會變得很髒 然後周圍的環境變得很髒亂 然後而且因為一下子湧入太多人 而且有些大陸客會為了拍照的定點吵架 然後就會打擾到當地居民的安寧這樣子 所以相關單位也有提出解決的辦法 就是說他就是在旅遊的旺季 像是春節的時候就有限定人數 就是一天只能兩萬個人 就是賣票超過兩萬的人的話 他就會禁止再進入這樣子 然後也有加強那個警察然後巡邏 看有沒有紛爭出現 然後也有加強那個清潔對清掃這樣子 還有沒有 喔 少將 就是妳那個Bev什麼都是啊 他有一個就是 景勝型、中間型跟原型 那是有什麼差別 喔 就景勝型跟 我先講中間型 中間型他是比較 他也是支持觀光 可是他覺得不能只支持觀光這項產業 其他產業也同時都要支持 譬如說當地的產業可能像是漁業啊 或是什麼製造業之類的 就是不能只對觀光一個人 一個產業這樣子發展這樣子 那景勝型和原型型不同的地方是 景勝型和原型型都覺得觀光可以帶來利益沒有錯 但是景勝型他對觀光的成長比較抱持著 比較不好的態度 他不太希望觀光可以繼續的成長 雖然他知道觀光可以帶來利益沒有錯 但是原型型的話 他就是比較希望觀光可以成長 他比較沒有這麼排斥觀光 觀光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不照老師有 補充一點 剛才同學發問說 有沒有一些study 這些統計的分析做結論整理 這個大概居民的態度 通常都是用這個 相關的哲學也有說 用index interview 用interview 然後錄音 然後直性分析 用contact analysis 內容分析法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論 大概都是敘述性的 比較多 這一點可以這樣講 好不好 好 謝謝 還有其他同學想要提問的嗎? 我這樣問一個問題 我很好奇 就是這麼多的不同的模式 他們是在分析的時候 在做這樣的觀光產業 在做分析 是一起做執行這些模式 還是說 我們可以就單一使用一個模式 來對一個主題 來進行看 還是說一般的做研究 就是很多模式一起做 然後再看 就是要看你想要分析的是哪一種層面 如果你是想要分析像光可能帶來的成因的話 到底有什麼原因可以造成衝擊 那你可能就是用這個模式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把當地居民分類 然後依照不同居民的特性 去用不同的政策去輔導他們的話 就可以用David's模式 他就把居民分成五種類型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謝謝哲瑜那個精彩的報告 我們掌聲謝謝他 那我們這個session就結束了 那我們下一個session有做一些跟蹤 請大家注意 我們後面的四個同學就一起報告 所以給他時間會比較緊湊一點 謝謝大家